一个人在重庆吃手丝毛肚火锅 看有多快乐 非常的肉 非常香 房间六两 是连心哦 挑战一下 不咬顿 看能吃多长 重庆火锅第一街 看了一下这附近的火锅真的好多呀 下午5点13 可饿 来这边尝一家火锅吃一下 我在网上看他们家有手撕的那种毛肚 还有破布 土豆片 藕片 您好我一位 好嘞 谢谢 后面是毛肚 听说他们家晚上六七点要爬一队 吓得我 咔嚓咔嚓走过来了 红锅吧 还微辣 还是中辣 还是特辣 你猜 我在那摆毛肚 您帮我切一份吧 放冰是为了更脆吗 好 更香 不好鲜 这我之前在武汉吃到了 香辣小豆花 嗯 这是双心 焖重线 好嘞 这个雪花 土豆 好 菌花 菌花 豆花 打得有点 酱油 酱油 好转 海蛋虾仁 是我没想到的 花菜 喝起来火锅里有这种免费小菜 黄瓜 简单实装 清脆爽口 这凉菜吃的我不想停下 想吃个小酥啊 炸的还蛮大坨的 酥皮像炸鸡皮 炸鸡皮 不是香酥 这一口 这里的蛙肉很水嫩 如果你们跟追求环境进去吃 不再要顾的 可以再试碗 炸黄米锅吧 这海椒面有点威力 辣舌尖 看着平平无际 越吃越辣 你还要拿着什么呢 嗯 三炸的吗 嗯 三炸的 五块 草莓多少呀 草莓四块 草莓的吧 没吃到的 好 番茄花肉 姜苍花肉 八个粥 桌子 一只 都喝起来 大片 这应该是番茄 可以吃到番茄 蒸鸡肉 肉质滑 上面裹了一些水淀粉 番茄味儿好像 番茄鸡蛋 泡面 我才是第一道菜 前后都做满了 那个区域是在排队的朋友 感觉来这条街 最能体会重庆的这种热情活辣 麻酱圆汤碟 三十秒后即可捞出 粉质最厚实 口感很饱满 再加了一些糖 提了一点鲜 要说一条很长的毛肚铁条 它们毛肚的消耗率真的好大 刚刚这几个红尼都满满的 白毛肚 相比黑毛肚来说它要细嫩一些 吹油味精 精品毛肚 大片的 口下 十下 脆爽 裹上麻椒很香醇 你们家开了多少年了 开了11年 每天晚上都这么火 对 基本上 因为我不要喊了酥脆鲍骨 这种重庆的老火锅味 厚重醇香 麻辣锅味 逼坚持冒汗 好 我开了 看到那个 师傅真的刀工了得 片得非常薄 没有炖的土豆片 挑战一下 不咬炖 看能吃多长 哦好 谢谢您 把它卷着吃 红嫩脆 油香味不足 我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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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林出去 可以开一家 洋芋片片店 好像是卖丁丁糖的 您好 我想加一个菜 黑虎虾滑 再给咱来一份把子热 包打香水 柠檬茶 这几道就行 谢谢 红果窩 去一款 它们没有什么 花里胡哨的菜品 谢谢姐姐 下 aller 青苏片它比土豆片 要更薄 一些 吃它很薄脆的口感 菌花切得像花骨朵似的 等着部分连着筋 韧心会炒 前面的花瓣不要弄 可以的 下一个虾滑面条吃 黄金六两 雪花肉 哦 片 坏得很 是连心哦 今天很赔一副师傅导工 铁锅煮的很容易氧化了 变黑 太大片了 片得很薄 完美遮着脸庞 肥肠的肉 非常香 口感一几包 会吃到一点猪油香 肉肉系列 手推毛得 黄金六两 第一股虾滑 露天巴巴艳食的火锅就是和三五好友一起来吃 人越多 越有氛围感 虾含量很足 好Q弹 足料 把子肉 产品味道 顺利 不锅 贝贝诺诺的 瘦肉 肖浅有点差 贝贝诺诺的 瘦肉 消遣有点差 瘦肉 消遣有点差 好了 那今晚的火锅就吃到这里 喜欢的话别忘了点赞品的折腾哦 晚安 发开了